因为马总统他在上一次进行的时候来了五次 我们握了五次 遍地了胜利的基础 所以我今天是迫不及待要来跟他再度的握手 只要跟他握过手以后 我都发现我的支持度都有为福上揚 谢国良不同意罢免 支持谢国良不同意罢免 市长谢国良罢免案10月13号就要举行投票 画面上是前总统马英九再度来到基隆 跟市议员于三发 宋伟丽 郭美秀等贵宾 在最美后车亭之一的基隆火车站南站 新宇航空后车亭 一起来力挺市长谢国良 我们要邀请我们马前总统来给我们市长鼓励 给我们胜利之握 也是第四次的握 也是代表我们基隆市场四次的顺利 四次的成功 我以前每次来都没有收钱 今天呢还是不收钱 所以我要再次呼吁反对恶性罢免 10月13号各位一定要去投票 投下不同意罢免票好不好 这样才能够让谢国良继续问市民服务 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 支持谢国良 不同意罢免 另外张华县长王惠美也再度北上来到基隆信义区深西路 跟市议员何淑平与在地的校中理里长林崇道 校贤里里长庄婉林 共同为市长谢国良加油打气 要需要有感恩 四年任期让国良好好的去发挥 我相信以他过去在立法院的那个高度 以及他的这个执行率一定能够让我们基隆地区 那会不一样 所以我在这边还是拜托 拜托你们不要不要说他都没事情了 所以不要紧 不行 每一张票都非常重要 每张票都非常重要 要拜托我们的乡亲 你一定要站出来 来把国良支持 让他有法度又继续来丹念到我们的市长 锻炼到我们基隆期 让他们的勇敢的不断地向前走 我们基隆才会进步 我们生活才会更好过 市长谢国良相当感谢前总统马英九 跟彰化县长王惠美 再度来到基隆帮他加油催票 也再次请托市民相亲 10月13号一定要踊跃出来 投不同意罢免票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